叶少阳想到周静如和小马 八成应该还守着自己的肉身吧 估计谢雨晴也到了 差不多还有老郭 他们一定在焦急地盼望着自己突然睁开眼睛醒来 他们哪里知道 自己的魂魄竟然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空间里 想到这些人的翘首一盼 立刻感觉到心急火燎 如坐针战 回去 叶少阳暗淡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去 在地铺上躺了半夜 床上突然传来了哭泣的声音 叶少阳转头看去 杨思琳坐了起来 脑袋埋在双膝间 小声抽烟起来 叶少阳犹豫着要不要去安慰他 仔细一想也不合适 而且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继续躺着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杨思琳才停止了哭泣 又躺了下去 身在意间 以魂魄的身份躺在这里 身边还睡着一只 本该去隐私报道的女鬼 这种感觉 令叶少阳有种不知今兮 是何兮的错乱感觉 叶少阳一整夜没睡 不停地思考着 闯进408克室的办法 礼拼 肯定不行 自己现在面对那些僵尸 连在外面世界最普通的方式都不入 硬床的话 估计会被砍得连扎都不省 所以只能智取 但是人手有限 408克室又太过逼则 局限性很大 叶少阳费尽想了好几个办法 然后一一否定了 最后 烦躁地坐了起来 靠在墙角 静静地思索起来 目光无意间注意到了堆成一堆的枣木棍上 树然间系上心头 扑 老郭喝了一大口法水 往夜长的脸上喷去 然后取出七枚铜质钳 分成三三二 成品字形摆在他额头正中间 中间加上一个小号的铜质丝男 接着往里面倒入了一点 加入红霄和香灰的水 从地上摘下一片双叶子的草 放在了丝男里 染浮念咒 盯着那叶少阳看了一会儿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喃喃道 还好还好 魂魄无伤 谢雨清紧张地问道 怎么看不出来呢 他跟老郭都是周静如打电话通知来的 叶少阳出事之后 他惶恐不安 只好把叶少阳最好的朋友都叫来 一起商量办法 老郭和谢雨清赶来之后 看到叶少阳躺在地上 都吓个半死 了解真相之后 老郭赶紧做法 检查他的魂魄是否周全 这七千探魂数 无视三界六道 可以搜到人的魂魄所在 但只限于叶少阳这样的活死人 而且必须肉身完好 这样就算魂魄不在这个时空 依然可以感应得到 但也仅仅是感觉到 并不能够探查到具体的所在 老郭说道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 只要盯着这两片草野 只要草野不枯萎 叶少阳就没事 要是草野枯萎了 周静如抹着眼泪说道 你不要说了 我不想知道 谢雨晴说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干等着吗 你不能做点什么 老郭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幽灵龙 自从他们来到现在 幽灵路上风平浪静 紫月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让我怎么办 去找紫月送死吗 不是让你去送死 是让你想办法 瓜瓜 还有橙子 小白啊 他们呢 让他们都来呀 都这时候了 一起上啊 谢雨晴急得跺脚 老郭打倒 那是他的鬼扑妖扑 别人没办法召唤 不然我早请了 谢雨晴争了争说道 那别人呢 你们的师父呢 老郭摇里摇头 联系不上 就算是联系上了也没用 毛山离着太远 等他来了 少阳早就 低着头看着叶少阳 叹道 小师弟 你不能死啊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是很想让你 给我当女婿的 你闭嘴 谢雨晴一把推给他 突然坐在地上 抓着叶少阳的一只手 跟周静如和小马 一起凝视着 思南中的那片草 他不相信 草会枯萎 不相信 叶少阳会死 因为 在他心中 这个男人 不管面对任何危险 都会有办法搞定 然而 他的内心 还是被一股 强大的恐惧所占领了 他其实明白 现在一切 只有靠他自己了 叶少阳 如果你真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毒火 凝视着叶少阳的脸 谢雨晴在心中悲伤地想到 却不知道身边的周静如 也是几乎怀有 同样的想法 恶灵空间的夜晚比较短 叶少阳感觉 坐了没几个小时 天就亮了 杨思灵从床上起来 先到窗前张望了一番 便说道 灵魂无尘 也不用洗漱了 我带你去见你朋友吧 夜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当下随他一起出门 走过了两道门 杨思灵敲了一扇房门 里面立刻响起了一个紧张的声音 谁 是我 开门吧 救你的人来了 里面沉默了一下 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 房门打开 夜少阳立即看到了熟悉的一张脸 正是王平 少阳哥 看到夜少阳的瞬间 王平当场争种 随后压抑着情绪爆发出来 哭着扑向了夜少阳的怀肘 虽然两人实际上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对王平一个普通的姑娘来说 突然被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 到处都是僵尸 没有一个熟悉的人 突然见到夜少阳 感觉上有了依靠 内心深处激动得难以自己 这种感觉 夜少阳完全能够理解 见到他之后 感觉到非常的愧疚 对不起 这明明是我的事 还连累了你 夜少阳拍着他的肩膀 轻声说道 王平很明事理地摇了摇头 不关你的事 是我到处乱走 误闯后山 才给了那个女鬼的机会 少阳哥 带我出去吧 我会带你出去的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 王平凝视着他 说道 我昨天就进来了 杨姐姐什么事都告诉我了 我虽然不是很懂 但也能够理解大概 我一切听你安排 夜少阳点了点头 转身对着杨思玲说道 你先带我去见其他人吧 我有一个计划 光靠我们三个 完成不了那计划 于是 三人一起出门 继续沿着过道 往前走 来到了下一道房门 把门敲开